羊肉下锅 今天煮起这样啊师傅 三个 这个就是你们本期的荣山羊 本地的荣山羊 东北特有啊 新鲜的羊肉泡水 这个要煮多久呢 作为美食博主理的羊汤收割机啊 今天我们喝到了东北辽宁本溪小市羊汤 号称是东三省最好喝的羊汤 我除了是一个肥肠刺客啊 还是一个羊汤刺客 大铁锅柴火护羊汤 这个还是得劲啊 一锅三只羊 烧柴火新鲜啊 这个羊汤必须有个大牌手 这羊汤才香是吧 对 大锅大柴熬羊汤 趁着煮羊汤的功夫啊 老板带我们到山里的养殖场 全称叫辽宁荣山羊是吧 辽宁荣山羊 长得挺好看的啊 长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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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羊汤 这个羊汤得有多少只羊 这个羊汤 仅仅两千只 那边也是 那这个你还卖给别人吗 不卖 全自己用啊 这其中的一个卷 还有别的好几堂卷 哦你看一下 中华国宝 辽宁荣山羊 这都一百多件 这么大几个人就够餐给我了 可以吃了 哦 这边还有 这边还有 这是开锅两个小时以后的羊汤 哇 这个鲜香味啊 忽必安来啊 辽宁本西小市羊汤 哦 肉烂口了啊 嗯 像这个羊一只大概多重呢 一百到一百二十斤 荣山羊 这是几年的羊啊 八年啊 一大早来一碗汤啊 太拉残了 羊腿 这个羊还是比较瘦的啊 这个羊排 漂亮 它这个羊汤啊 不是那么奶白啊 有没有发现 它煮羊汤 除了羊 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没有 全清水的 原味的啊 葱姜都没有啊 原味的羊汤啊 哇 肉凉了以后 开始拆肉 拆羊腿 哇 这个肉看着是真有食欲 嗯 这个小式羊汤在东北应该是数一数啊 嗯应该羊汤系列的应该是没有问题 扛马子 你看 这个羊腿啊 恨不得抱着肯 嗯 看一看 这个煮羊汤只放羊 别的什么都不放 这个是头一回见 来 先搞点葱 香菜 我们这个是两碗啊 38一碗 两碗放到锅里头的 羊血羊肉 真的是带劲啊 他这个汤 你看啊 看着挺轻的啊 然后又放了一点这个羊油 花边油 没有那么白 我现在口水直燕啊 放一点点调料 它是配的盐 味精 白胡椒面 我们让这个汤啊 先凉一会儿 真的是口水直燕啊 喜欢看我视频的人知道 我是一个羊汤刺客啊 羊腰 在那个蒜汁 羊肝啊 好嫩 一夹就断 舒服 这个是羊肚啊 羊肚蘸这个麻将 得劲 熔山羊刚才我们就看了啊 羊长得是真可爱 这个是 这个是 溜的羊血 在这儿啊 羊的身上什么都能吃得到啊 尝尝小碎羊汤 之前只在 损羊吃骨可能会不太地道的啊 哦 舒服舒服 清清爽爽的啊 没有那么腻啊 不放葱 不放姜 不放别的调料啊 就煮羊汤 这个你们可以试一下啊 这个关键在于羊要好 啊 太烫了 太烫了啊 再加点 辣椒面啊 全国的羊汤 我们现在拍的有哪些地方啊 四川简阳羊汤 山县羊汤 林语羊汤 徐州羊汤 藻庄羊汤 头两天路过季州 还吃了季州羊杂汤 平泉羊汤 所有拍的羊汤啊 这家真的算是干净的啊 电干净 汤清爽 再来一口 冬天来上一碗啊 得劲 羊肉切成这种碎丁 你看啊 一口肉 一口汤 刚煲了几个蒜 一半蒜 离沈阳就一百公里啊 一定要来小市尝尝 小市的羊汤 都吃了 一口魚 都吃了 太熟了